前總統李登輝日前辭世 想其受98歲 外交部为了让外国政要 与国际友人究竟悼念 于14个驻外管处设置追思处 驻纽约办事处追思场所 在现场成立了李登辉 1995年访美发表名之所欲 常在我心的演讲全文 和相关报导著作 供民众缅怀调研 台湾过去400多年 威权殖民 直到李登辉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全民选总统 可以由我们自己的人来管理台湾 这个是他最伟大的 也是我们最怀念的事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李光章提到 李登辉任内完成修宪 推动国会全面改选 及总统直接民选 使台湾成为民主典范 更积极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 成为国际社会贡献者 认为他的智慧与勇气 让人难以忘怀 以前总统在1998年 主持国家统一委员会开幕式的时候 就曾经明确的提出说到 拒绝一国两制 他的智慧和勇气 我们会以他的精神一起同在 来继续守护台湾 追思场所开放这14号 驻纽约办事处考量武汉肺炎疫情 也同步在脸书专页 举行线上追思 让民众留言表达追悼 及怀念之意